接下來我們要讓它怎麼樣?真正產生動畫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場景安排好了 我希望它待會就是這裡慢慢一格一格消失之後 就看到我們後面的這個內容 就看到這個內容 那我們這邊用的比較特殊 其實前面電視牆這一塊都是用很特殊的 叫轉場特效,轉場濾鏡 一般轉場一般像各位最常用的就在哪裡? 在泡沫裡面有沒有? 一張一張頭裡面有做轉場 彈出彈出啊或者之類的 那在剪接軟體裡面也常見 AE反而這類的比較少 那我們先看點到上面這個電視牆這一張 你到特效裡面哪裡是轉場? 全息群叫做轉場 所以你看AE的轉場多不多 而且呢 它有很大一個部分都是來自以前別人給它的外掛 有沒有都是細細開頭的 我們這一次會用到的有兩個 就是最上面這兩個 一個叫block reserve 也許英文你覺得這樣看不熟悉 但是你一定有聽過一個叫熔解 它就一顆一顆這樣慢慢消失 好那叫熔解 第二個呢叫卡片翻轉 就是翻轉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套用叫block reserve 熔解 你看我們把它套進去喔 把這個效果加進來 好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啊 你看一下左上角 預設它的轉場完成度是0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所以你可以來拖曳一下齁 就在這邊拖曳一下你的滑鼠 你看我們先讓大家了解 什麼叫做熔解 有沒有看過這種效果 應該就有印象了吧 對不對 它會這樣一顆一顆熔解 可是這個跟我們要的好像不一樣 因為太小顆 所以呢 我們就要來看這裡囉 每一顆的寬度跟高度 各位還記得我們這個是六百四乘四百八 對不對 每一顆多大 是八十乘六十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就把每一顆變成八十 這個變六十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比較大顆一點 有沒有比較大顆 但是比較大顆還有一個不像的 因為它沒有像就是旁邊這個 對不對 因為呢 它預設有柔柔的邊 對吧 所以我不需要這個功能把它關掉 現在你再讓它弄看看 有沒有發現剛好就一顆一顆消失 所以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算那個 每一個小塊的大小的 你會發現這個數值會隨著我們從頭開始做 一直到後面都會怎麼樣 都會在 就是你要先確定 確定好這個 所以各位知道 你要用哪一個動畫 馬表打開的嗎 是不是這個轉場特效 這個完成百分比 所以我現在先變成比 那我們這個轉場動畫 並不是一開始就做 你先看一下我們之前的完成檔 在這邊 因為呢 我們需要讓人家先看一段時間 在這邊嗎 在這裡 我們希望人家先看一段你這個內容 所以 剛開始並沒有馬上就轉場 而是慢慢的到後面之後 有沒有才一個一個慢慢轉換 對不對 才一個一個慢慢轉換 到最後呢轉換成功 再看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就不要從第一個 第一個時間就做 可能先看了兩秒到三秒 好我從這邊我再把我的馬表打開 等於說前面不做轉場 那從這一段到後面這一段做轉場 後面就完全轉換過去 就完全轉換過去 所以我就拉到後面 你可以先偷看一下下面 就是你的那個影片的長度 看你的影片長度大概多長 看你要留多長 所以假設我到這邊 到這邊 那我就 來這裡把完全轉換過去 這樣子呢 你可以看一下 先一開始先看了 到第三個以後 有沒有慢慢的就 一顆一顆消失了 消失到13秒之後 是完全不見 這樣有了解了齁 所以 從這個地方 EFFECT裡面的全息群 這裡面都是所謂的轉場特效 好轉場特效 那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顆一顆到底多大 你把它的羽化 就是這個邊緣的 揉邊把它關掉 這樣就會符合我們的需要 那些不見 orta 有裝幅 有裝幅 有裝幅